大家好,我是仁濟醫院王華雙中學,邱少鴻校長 今年仁濟醫院王華雙中學踏入第25週年 我們剛才完成了25週年的慶祝活動 雖然我們是25週年,但我們也是一間很年輕 很有活力、有幹勁的學校 學校很注重學生的發展 特別是我們很希望在全人教育方面 對學生全面的支援 希望學生在各方面都有所成長 所以我們在學校也給了很多機會 學生嘗試不同的學習、不同的經歷 包括一些比賽、課程 甚至我們都會就著學生的興趣 去跟他們安排一些不同的活動 好像最近張家朗拿了劍擊的獎牌之後 有學生來跟我說 校長,我們都很想去學劍擊 我們就在學校開了劍擊的訓練班 有學生來跟我們說 校長,我們很想看一套很有勵志的電影 我們同事也在戲院安排了一個長次 請學生去看這些電影 學校其實是很著重語文的培育 因為大家知道語文是學習的基礎 語文是兩文三語 兩文是中文和英文 三語是英語、粵語和普通話 我們初中是用普通話教中文 即俗稱普通話教中文 而在英語方面 我們主要希望在語境方面 和培育方面做多一些功夫 我們希望善用一些評估 去幫助學生學習他們的英語 所以我們有一些考試會安排給他們 從而了解學生在學習英語的時候 一些困難和弱的地方、強的地方 讓老師可以針對性去幫助他們學習 第二就是語境方面 我們都邀請了一些外地的學生 來我們學校去學習一年的 就好像一個交換生計劃 希望學生可以透過日常 和這些外籍同學的接觸 讓他們將他們的口語 或者他們的溝通能力做得更加好 第三我們就希望利用科技 去幫助學習 我們會透過AI的一些學習平台 或者一些我們自己設計的學習模式 讓學生可以透過一些自動化的系統 讓他們去學習的時候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至於我們學生的升學方面 我們學校的成績都不錯 大部分同學都可以進入大學 我們繼續升學的情況比較理想 我們有大概98至99%的學生都會選擇繼續升學 我們也希望可以透過一些生涯規劃的方式 去幫助他們在升學方面 多一點的選擇 以及選擇更加適合他們讀的科目 他們除了在香港升學之外 也在不同的國家都有升學 最近有一位同學進入了清華大學 這也令我們比較開心 至於其他在香港讀書的同學 他們都在不同的範疇 例如比較熱門的科目就是 律師、醫生、牙醫、物理治療等等 另外有些比較專業一些 或者比較少一些同學選擇 但要求又很高的 例如環球商業、物理精研 這些比較研究型的科目 我們的學生比較有興趣 所以他們在入讀的時候 都是因應他們不同的個別喜好 以及他們個別的成績表現 去進入大學入讀不同的課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小鐘